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说挑事 大家都在骂 说媒体故意挑事 是吧 断章取义 但是其实客观来讲 我不能不说 要没这个 也强强三人行 经常处于找不到话题的 没得聊的状态 其实不是没得聊 是很多事情你不敢聊了 天哪 你怎么老说实话呢 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 在可聊的范围之内呢 吴敬莲可以聊 你知道吗 吴敬莲老人 经济学家 我前一阵挺喜欢他的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在广州那边开会 就是说都在讲什么大国崛起 其实主要是人民生活幸福 大家应该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对吧 但是最近呢 一下子就是如潮如海的 好多人骂他 我就发现这两天老人家自个儿出来解释 说我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他大概讲什么呢 就是说全民炒股 这不太好 那么多人 中国怎么那么多人都炒股票呢 这回他解释了 他说 我说的是 你这个中国那么多的这个股民 好多人呢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隔几天就去买股票 隔几天 他说在美国所谓持股的人很少自己直接去买股票 而且一般都是两三年的这种长线的 在中国这个股民呢 可真是我身边 我跟你说我家里有些人 我劝都劝不住 与此为生的人很多 天天在那里养着脖子看 因为那个获利太快了 还有获利太快了 但你要想要说 你要因为这样子而受到损失的速度更快 但是很多人只看到眼前的前头 所以没办法 我现在身边就有的人挺幼稚的 你知道吗 好多家庭妇女炒股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哎呀 他们比如说一帮家庭妇女 他凑成一个圈子 谁谁什么消息 谁什么消息 天天去买 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女人的 也不是女人 就是那种盲目乐观 我不懂啊 但是我从一个宏观抽象的角度 我告诉他 我说你们看看人家报纸 上次人南方周末都说了 这个东西哪有长盛将军呢 而且你随时随地沾点前头 你就掉进去了 就是你得当心呢 可是现在 坏就坏的 一开始都沾了前头 所以每个人都是乐此不疲 然后都把自己搞成经济学家 每个人都是这样 真是 都是这样 现在也是 现在对吴敬连那个争论 我看好多观众表现出经济学家的水准 你比如说他说了好多事 我都弄不听不明白 你弄明白了吗 就是说 什么就是说 拆迁 补偿 给拆迁户的钱 不应该那么多 好像还说了个什么 你有印象 马先生 他是拆迁是这样 如果是以商量的口气来拆迁的话 我想都特别难 你比如说我拆你们家房 我跟你怎么商量 我跟你多少钱你愿意 那你肯定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 我都不把你弄死我是不愿意的 对吧 那么问题是你把开发商弄死了以后 开发商弄谁去呢 就得弄下一拨人 因为他不会往里搭钱去拆迁 那么现在北京 那么其他城市我不是很清楚 北京我是清楚 二环路一里的拆迁几乎就停顿了 很多过去决定要拆掉的那些威仪房 到现在也不敢拆 因为据说拆迁都到了两三万块钱一平米 你卖才卖多少钱呢 你卖多少钱一平米 所以他经济社会一定要有个经济价值规律 如果你一味的迁就 那么他迁就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 他去商业就会 经济学的角度讲究 他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 那最终尝到恶狗的还是你老百姓 只不过可能换一波老百姓了 第一个人拿着跑了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然后他就恶性恶性到什么程度 就殃及到每一个人当你经济危机的时候 你比如他有一个理 他就在说什么 说好像是 我可能是误读了 咱也不懂经济 他就说 比如说像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地区 一下城市化发展了 当然这个地方价格就非常高了 他就觉得 我给你这么多的补偿款 他的意思不能按照市场价 因为城市化进程 是城市的那意思是城市的功劳 不是你 你只是住在这儿的位置 但是就这个 好像好多人就猜的 就是 我不知道这里的这个拆迁的规则 游戏规则是什么东西 那像在台湾 因为在台北 我们没有什么腹地了 其实我们能够拆迁的地方 非常非常小 那也是寸土寸金 但是据我所知呢 他们的发展上就是 假如你是地主好了 你就一户小破房子在那 那你那块地是特别值钱的地 那他们的做法就是 那我是开发商 我就来跟你谈 OK 这块地我能够盖 25户 我分8户给你 而且你还可以先选 你可以先选楼层 先选那个方位 你可以选你最好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根本就没有金钱上的交易 台湾是这个样子的 是吗 对 因为我最近 我在台北想要找一个公寓住 那就是在台北的新一计划区 什么华纳威秀那一带 但是算是这几年新兴的一个开发计划区 那那里的房子是 虽然就是差不多是台北最高 最顶级的地方 然后有房子出租的呢 基本上都叫做所谓的大地主 就是说那一栋楼里面 它都有八九户 你自己挑你喜欢哪一件 你就自己去看咯 我说 然后他们都是农民打扮 绝对都是农民打扮 一个那个小袋子鞋背在胸前 然后讲话也是那种 他一边嚼着槟榔 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会能够有钱到 他们单位的全都是地主 全都是地主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去台湾你说这房子 我还想起我有一个观感 就台北这个城市 就是你从高处看 你从空中看 你从飞机看 太破破烂烂的甚至是 它也没有什么高楼是吧 除了一个101对吧 甚至你都看它很多楼啊 破破旧旧的 对吧 可是啊 你只要一走进去 你就发现呢 哎呀 丰富无比 我跟你说 所以我就明白吗 一个城市不怕破破旧旧 但是只要干干净净 只要福物一流 只要这里头的人都和蔼可亲 是吧 充满人情味 你就进去 你觉得真舒服 舒服 就是舒服 咱这这么多的高楼 我觉得全像是那院墙 就把我给挡了似的 你觉得吗 是的 就是人的居住环境 它最大的是文化环境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中国人都是管自己这一块 你不管住到多好的一个 一个像北京啊 多好的公寓 你可能一拐过去就是垃圾 那很可气 就没有办法 我觉得在北京市内 是找不到一块很高兴的地方 很舒适的地方找不到 他们就好多人就感慨 就我听你们北京人感慨啊 就刘沃洋的这个回来 就是说哎呀 北京太丑了 不伦不类的城市 当年梁思成是拼尽全力 没有保护下 当年他不让拆城墙 他不让就是说 北京应该盖个新北京 北京现在还有老话 就是石景山那边叫新北京 过去北京的政府应该盖在那 可是当时中央政府 一个错误的决定 就是把北京内部 就在北京中心 老城中心办公 导致这里盖了一些很丑陋的楼 据说现在二环路以内还有几百座楼代拆 但又没钱还得商量 就你说这事商量也不成 所以就有可能 我原来还以为我们将来可能很快能看到 起码城区要恢复一个旧状 现在可能短期之内都不行 就是没有一个办法 靠商量是不行的 因为经济上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行为 这个跟买东西是不一样的 它在一个无选择的情况下 那你怎么商量 除非有选择 咱就可以商量了 是不是 我有一个中国移动 还有一个中国联通 我怎么都 好在还有个联通 光那么一个移动 咱就瞎了 就没选择 他爱怎么着 怎么着 除非你不打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命运 是没有选择 没有第二个选择 对 最麻烦就是这个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最近真是 都是围绕吴敬连 这老人家真是身体也得保重 就说 说什么 他还说了一个 说是 那是他以前说的 我发现这次都 就跟那个什么事件一样 跟何之丽的事件一样 你这回出了事 所以我兜底 你家底全拿来说 他以前说过的话 就是说 好像不要叫草根精英 他不同意 把这个名字给叫出来 这就有人说他 说你不叫这名字 难道能够否认这种贫富差距 或者之类的 实际上文化 它不仅仅就我们 就按照它这个分类方法 也不仅仅就两头 一个精英 一个草根 它中间实际上 有很大一块 空白地带 就是既不是草根 也不是精英 大部分人都是在这块 那么草根文化这一块 我觉得从中央政府 他关注他也是应该的 比如住房问题 你怎么解决 你说你现在想一味的 就凭命令把这个房子降下来 凭裹几条 裹六条 裹八条 对 不管他裹十八条 他也降不下来 他不可能的 对吧 他不可能用行政手段 那么你完全敞开市场 完全用经济手段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 就在经济上非常弱的一个国度 你说这我插一句 我也是有点不太明白 人家经济学家 这吴敬连好像回应了一下 他就说的意思就是说 就现在国家这个计划 把这个房价降下来 他认为可能能管一段时期的用 但是长远看来 我感觉他似乎有点悲观 我们过去有一个政策 我觉得是有一个错误 就中国的房产 为什么出现一个 就中国 北京的房产 咱不说外地 就是北京的房产 一个最奇特的现象 就是中间并不贵 外围贵 你比如市区的房子不贵 就全世界没有了 任何一个大都市都中间贵 越往远越便宜 它的政策使然 我们当时就没有下决心 让所谓的草根 大量的迁出这个城市 在外面盖便宜的房子 地的值钱不值钱 是国家说了算 盖房子没有多少钱 一千块钱就盖了 一平米 那么你如果在郊区 大量的人都在这 加速它的公路 就是交通的治理 建设以后 大量的居民在外头 它就会形成一个金色塔状的 这种 它构成是完善完美的 跟其他世界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 今天是反着的 是一漏斗状的 中间便宜 你知道 原来我们住 我们在博物馆 最早在南竹竿活动 走着上天安门 就十分钟 那房子当时才六千多块钱 现在就卖一万块钱 他不值钱 我喜欢住中间 对 他不值钱 可是郊区的 因为三环四环 甚至五环的房子都比他贵 环境治理的好 那为什么 他现在中间 北京中间住的是什么人 中间现在就是过去的居民 因为过去住房 哪有房哪住人 甚至连庙里都住成人了 所以就继承事实了 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有情感问题 居住是一个最大的情感问题 我在这住习惯了 不论多不好 我都懒得去搬一个好地去 他习惯 是吧 当时 我觉得80年代初的时候 他这个政策多少 我觉得 我不是经济学家 也不是这方面 但我觉得有一个偏差 当时政府应该下大力气 给他们建舒适的环境的房 当时所有人不愿意出去 我碰过人 老头就说 我怎么看病 我怎么买菜 他说的全是很具体的问题 跟我爸妈妈说的一样 因为当时郊区是确实买菜 没有市场 看病 距离医院特远 他有具体问题 今天只要你把交通解决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想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我就觉得台北舒服 他就是说 他这个生活 他也不像是香港的那种 或者说是什么西方的那种大城市 好多台北人不愿意离开台北 就是因为台北很舒服 你怎么还诧异的脸上挂万号呢 你应该 就是 他们买个东西 吃个宵夜 全在附近 你说台北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您刚才讲的 说很多城市是以金字塔形的 就是说最精华的东西集中 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 但是台北很奇怪 我们有分为东区西区 北区南区 台北也并不大 那我们那里呢 就是在东区 讲东区这个地方好了 它还分成几个区块 它每一个区块是成放射状的 所以说说你为什么 对你忽然一讲 我就对啊台北真的好方便 因为它的辐射性 它还有那个蜘蛛网伸出去 还有交错 无论你住在这个点 或住在这个点 你走两步就什么都有了 真是啊 不是人口少了 它在多少台北 两百万还是 哪有一千万呢 台北有 我告诉你台北 这主要这个原因形成呢 是有一个特别深的 一个文化背景 是我们不是太在意的 它这个格局的形成 是日本人造成的 它跟日本的城市非常相像 对不对 你看你看我没去过台北 我都知道 它一定跟日本的非常相像 日本就是这种 它每个就小店特小 但是特别方便 你想干什么都非常方便 我们不行 我们这出去好 你离这超市进了 你一定离这个名牌店 就远的不行 就是那种哪都不方便 只有一处方便就不错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它不分区域的一个缺点 我们倒不是说 一定要分出区域来 但是它消费是 它自然就形成了 你比如有的人 中身不进 他身边的这餐馆 是因为他的餐馆太贵 可是你分不合理的区域是没有的 你比如你到美国去 你到欧洲去 它最昂贵的区域里 它一定没 最大众的区域里 它一定没有最豪华的餐馆 它犯不着搁这 它一定跟着区域走 我们今天就很怪 中国北京的分部就不是 很豪华的餐馆旁边那人 就一辈子都没进去过 成天穿一背心 在旁边给你添堵 你知道吧 就它分部的不合理 我们不是说人要分出三六九等来 是事情要分出三六九等来 我们一直没闹清楚 我们老把人和事混在一起 一说这个就变成 你骑士人了 骑士穷人了 什么穷人富人了 简单的说 你们家的思源被还得搁的 干净点的地方 你们家给狗垫的褥子 可不就扔地什么 你自个也知道分出三六九等来吧 但一到具体的事的时候 中国人全是掺杂的是人的感情 人的感情 你怎么把我轰出城外去了 我原来祖祖卫卫都在这城里 我现在咱们就得上城外去 其实城外有时候对你提供了很多方面的 让你一生舒适 你没想这个事 你光强调你的情感了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也不愿意激化这个矛盾 就迁就迁就迁就 迁就出来这个问题了 吴敬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不迁就你们 我说的这话都不迁就任何人 他也不谋私利 因为他那岁数犯不着谋私利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有的话不好听 确实不好听 但是你要说我在引证另一个经济下 前一阵有个叫狼贤平的 也是挺能调事的 狼贤平写过引起一场争论 他就是说 为什么胡温新正非常好 他们认识到了 就是说反腐 他说反腐绝不能当成正常化 不是腐败绝不能当成正常化的游戏规则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粮食油的价格上涨 后来他的分析他认为是什么 就是地方上的这种黑金 这种贪官和发展商什么的 他结成的这种利益共同体 他进行某些盲目的投资 比如说建设 光机我在这要盖大楼 我在这要盖大桥 弄成这种就是经济发展就不平衡了 所以经济发展不平衡 连带着 他说你看老百姓要买单了吧 他的观点认为连带着就跟这些 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都有关系 所以他那意思就他也提到 你讲这个房地产商 现在有的时候是我知道有些地方 这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中国是这个这是多少钱 这里头这笔钱多少人想拿 而且问题确实啊 你这个政府把这块地给谁 这个发展商到最后说 为什么他的观点就说 为什么房子到最后那么贵啊 就是不管是贪官呢 还是什么多少到手续 这里边层层伸手拿出来的东西 最终是得买房子的人买单呢 他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住房这一块呢 对于今天的老百姓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终身解决不好这个问题 就是我又想住那时候住不起 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 有一个怪的概念 全世界没有 咱有叫经济试用房 这个经济试用房呢 是政府一个主观想的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在操作当中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试用房 没有卖给他想卖的人 所有买的人 都是超出买经济试用房能力的人 所以就大量的白领都买的经济试用房 你去看经济试用房 那些小区里全是好车 就不匹配 台湾有没有这种经济试用房 什么叫经济试用房 就怎么说嘛 就给收入不高的人士 香港的公屋 他有点还不太一样 他不租 他是卖的 香港的公屋也不租的吧 也是卖吧 也就是一些低收入户 才可以申请 每年的收入低于哪里 台湾也有 叫国民住宅 国民住宅 也有 感情不住这里边 他都不算国民是吗 台湾的叫法都怪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广门 你想在大陆买房置业 还是已经买房置业了 我在北京有房子 那你满意吗 对我们这个伟大的都市 干嘛 可以提点意见 没事 真的非常满意啊 我就告诉你 我以前是混上海的嘛 我混上海时间比混北京多 但我在上海没有房子 我在北京有房子 为什么 我觉得质量上来讲 这个东西很难形容 就是说你走进一个房子里面 你对那个房子的整个 就是说上海这样讲吧 比较早期的房子的时候 它有那种金玉其外之嫌 就是它售价其实很高 然后它外观上好像挺那个 但你一走进去 你就觉得 我不愿意花这样子的钱 买这样的房子 但是北京的一些房子 我就觉得走进去觉得说 很贵 但是我愿意 天哪 这招多少人恨呢 我现在学会一词 北京人爱说什么 羡慕嫉妒恨 就是说人世间很多的矛盾 社会上很多的冲突 你要招到源头 往往就是羡慕嫉妒恨 但是我跟很多人一样 我买了一个房子 我一样要背20年债 我又不是进去 现金就买房子 对 但是看见你有好房子 我就羡慕嫉妒恨 我还租房子呢 你都买房子 我不是跟你邻居吗 所以我就说还是 他们刚才讲 你像吴敬连过去讲的什么 他说应该像个枣壶形的 不是枣壶 橄榄 就是说两头所谓什么 最富的最穷的都挺少 大部分要有一个中等 中产中间的阶级 可是现在在中国 讲老实话 中国是个葫芦型的 香粉头小点 里头都特别大 没错 你从春运就看出来了 哪个国家会有这么多的 这么挤火车的 挤人同时上车 这事比较烦 所以这次吴敬连还挑起一事 他那意思就是说 春运票价也可以不上涨 咱们不是不涨价吗 他那意思就是说 可以调价 可以调价 可以浮动 因为他说 很多人民回来跟我说了 说你没有提价 但是民工买不到票 票都掌控在黄牛党的手里 他那意思 与其这样 你还不用水涨船高 然后你可以把你这个一部分钱补贴 什么三个亿什么的 你补贴给这些民工 什么补贴 对 他说这个 脸上不会写民工两个字 他很难补贴 但是他可以在设施上补贴 比如我的火车要尽量的舒适 我加大运力什么的 我是比较同意他这个观点 因为他经济上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我需求是一个平衡状态 不平衡怎么办 不平衡就要用价格杠杆来调整它 如果你现在一味的保持一个平时的价格的话 它出现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这中间的钱上哪去 上一个不知名的人手里去了 上一个黄牛党手里了 如果你能保证所有人都不去买这个票 那行 因为票是紧缺的 很多人要计算个人的时间成本 个人的时间成本 我当然等一天 我不能站在马路上喝西北风 我得吃一天饭 我得找个地住 这些钱加起来远比票多 我干脆我给你50块钱 你把票给我 我上车走人了 那么对于黄牛党还说 我也替他们说 他也有成本 他也得起草摊坑的 他也得行点会 也得疏通点关系 花了好多冤钱 他也得把这钱挣回来 然后他就由于你一个政策上的调整 我也不说失误 导致了一大堆生存的方法就出现了 而这些都是寄生的 很讨厌 全是寄生的 寄生虫 对 所以可招人恨 人家虽然拿了50块钱 他是算了自己的成本 但是他心里并不信任 还不如给了国家 这些人 妈妈 今天我们大陆这事 怎么办 我觉得应该改下买票的设备 设备 买票